只有佛法 没有想法 不要再想 我想我想你想什么想 你要说 佛陀怎么说我怎么做 观音菩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你不能说 我看肉还是可以吃 葱蒜也不错 等等等等 我说对不起翻佛经啊 你看到哪里你就做到哪里 你还没看到那边 你看到那边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特别在这个末法 最难的就是什么 依教奉行 这个叫实修 实修不见得是闭关 那是一个方法 实修是你要把佛陀的教法 用在你的生命 待人接物 对待世界 一只蚂蚁 在你的洗脸盆 你都不能把它冲掉 你宁可 就像各位你在洗澡 把肥皂都弄好了 就满身 地上有一只蚂蚁 你要先保护它 你不能先把 算了干脆冲掉 这个看你悲心到什么阶段 现在我聪明了 我一定是先检查才行 当然在饭店没问题 但是很多局势 我去美国 很多地方 他们会把那个没人住很久的房子 师父给你住搞不好有鬼 不然叫我住干嘛呢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一间 我到马来西亚有一次 饭店老板亲自招待 指定我睡那一间 那你就是老意思了 后来我走了 局势跟他说 师父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会跟我讲 我知道 他说那边有人跳楼 我说我知道 但是各位你不能说 那我不要住 那你老板就度不了 此时才是修行时 一个人爱打瞌睡 有人跟你说 这个房间有鬼 我看你不会睡 一定 阿弥陀佛 你没有这些对劲 你怎么念呢 就像我没有我妈妈的苦 我怎么会修行 我怎么会看地藏经 怎么认真 我怎么会发愿出家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 不要怕痛苦 不要抱怨痛苦 痛苦是觉悟最快的助言 你还没有出家 因为你苦的还不够 我苦的很够 我苦到心里面去 因为生了儿子我也很苦 看我太太生小孩 我就下坏了 我就跪在地上 我这辈子不要再生小孩 并不是我不爱小孩 而是因为太苦 我太太很勇敢 医生说 要她剖腹生产 因为造了那个 太重小孩子太大 四公斤八 对不对 4800公克 那不能生的 要剖腹 结果我太太说 她不愿意 她要负起母亲的责任 她要自然生 然后我在旁边等 我是在快发疯了 我以为我在屠宅场 这边叫叫 那边叫叫 这边不叫 那边叫 我太太那个痛 把那个人家 那个床的铁锯 都快拉断了 你看 所以各位男人 回去好好抱你太太 太伟大了 所以我跟我儿子说 我跟我儿子慢慢长大 我是在我儿子 六岁半的时候出家 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儿子 爸爸会跟你说 你打成肉这样 都要孝顺你妈妈 因为妈妈是用命 给你换过来的 而且我第一次去参加这种 这种出生打法会 我才知道什么叫 一公分 两公分 三公分 天哪 怎么不赶快变成十公分 裂开 所以老师说 各位太太 你也不要怪你老公 他参加你的出生大法会以后 他已经对你不敢有欲望 他已经把你拜拜了 因为已经怕死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很多女人 我怀疑以后 我老公好像不太常回来 因为他已经把你供起来当圣母了 因为你是孩子的妈了 不再是他性感的小女人了 你的地位提高了 知道吧 所以因为我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善用慈悲的能量 帮助他人慈护生命 如果心时常安住在意念佛陀 意念善法上 我们的心就与诸佛的心结合在一起 充色法界 如果我们的心 时时都念着贪 撑 吃的烦恼 小人 恶人 恶鬼等不善的事物 就会与我们相应 向我们靠拢 因此 保持清静心与慈悲心 就能够天天与慈悲的境界相应 天天有做不完的慈悲事业 佛陀所强调与追求的 是悲至圆满 好头脑与好心肠 应该要携手合作 要以智慧引导感情 发展出无私的感情 就是大慈大悲 追求智慧 也要以慈悲为动机 也就是全然地放下自我 一面是进化自心 一面是奉献他人 我们必须让悲与智均衡发展 才能达到佛果的圆满 我们要平等地慈怜一切众生 当我们慈悲怜爱一切众生时 每个人看见我们 就会很自然地 相与我们亲近 因为拥有慈悲心的人 呼吸都充满慈悲的气息 无时无刻都是慈心遍满 利益众生 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要以慈悲为动机 哪怕只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 例如扫地 倒水 或只是向佛陀共襄 共登等平常举动 都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 实践华言经中的进行品 实时为众生发愿与助导 如此学习发展无私的慈悲 将有助于我们心智的成长 学佛不是迷信 而是学习一份真理 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当念头里有欲望 怨恨时 就会造作恶业 感受苦果 但若念头里有慈悲 有奉献 那将会造作善业 感得乐果 因此我们无需担忧未来如何 我们只要顾好当下的行为即可 念头最重要 所以修行并不是说我要特别做什么事情 你要得到好的果 因最重要 因就是你我当下的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保持在一个悲心 也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影响周围的一切 生命的意义是在让众生快乐 让世界美好 我们读诵这些法语 也知道 善跟恶 这才是我们要掌握住的 每个人都应该发一个愿 寺庙就是你的身心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就代表一个寺庙 把寺庙的这种氛围 慈悲与智慧展现出来 这就是菩萨 我愿意做一个菩萨 一颗慈悲的心 我尽力来帮助周围的 前面有一句话最重要 当你内心有慈悲的时候 你跟佛菩萨在一起 永远不孤独 一心照实法界 看你心要跟哪个连结 我们心跟佛连结 然后以佛的心来观照 所有轮回的众生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